最近台海有点忙 很忙 就是说有很多国家的自由航行权 军舰都来了 军舰 日本的德国的通通都经过 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中国啊 他昨天射了一个飞弹 往太平洋 洲际飞弹 他想干嘛 我本来 我刚我本来认为这至少20年 中国没有朝太平洋打 后来我发现我讲错是40年 超过了40年以上 那他为什么40年突然打飞弹 对 就是因为最近这段期间 全世界世界为中 那个态势太明显了 大家都认为说中国是纸老虎 中国的武器是不能用的 所以他用给你看 他用给你看 但是他有向周边的国家 告诉你我要打洲际飞弹 什么叫洲际飞弹 可以跨越一个州的 可以跨越一个州的 至少5500公里以上的射程 叫洲际飞弹 其实我再讲的明白一点 这个飞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 可以打到美国本土 你就知道这个飞弹打出来 是多么让人家讨厌 那他们蛮有威力 蛮嚣张的 蛮嚣张的 他就是跟美国讲 你们现在选总统 对不对 在清皇不介绍 我告诉你 我们的洲际飞弹是可以飞的 你们之前说我灌水 说我里面不能飞 不能打不能用 我打给你看 他预告了 而且这枚飞弹是落在 夏威夷以南的海域 夏威夷今天才去的 光坐飞机要坐八个多小时 蛮远 所以你看这个飞弹是不是飞得很远 对 非常远 上一次我到夏威夷 特别到珍珠港去参观 珍珠港上一次在二次大战 被日本偷袭 你知道这个对于美国人 是多么样的一个 一个讨厌跟厌恶 夏威夷上次就是被攻击 引起二次大战 这中国在干什么 中国在采 在试探美国的底线 我告诉你 我已经可以飞到夏威夷了 美国你不要再派航母到太平洋来 而且他最近还派了三艘航母 跑到太平洋去 三艘航母一起出去 福建 辽宁 山东号一起去 在跟美国叫正 在跟美国叫正说 你看看 你说我不能打是不是 我看你美国现在中东也忙 乌克兰也忙 我看你能不能顾得了 中国台海这一块 他跟你叫正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整个飞弹的全程 乐三雷达 我们的乐三雷达全程掌握 因为乐三雷达可以掌握的是5000公里 所以从他的飞弹 准备抬头发射全程监控 然后飞过了太平洋以后 我们交给夏威夷继续监控 所以这一枚飞弹 是完全在监控中落海 但是他飞行的途径 有没有按照中国预期的那么精准 不知道 你要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他打到海里 他到底是要打这个 就是你可以发射 但是我不知道你准不准 准不准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的确有发射 因为我们的乐三雷达 监测到他的飞行路径 交给美国落海路径 但是到底中国 他预期落海在哪里 没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对所以说他确实能飞 精准度如何 不晓得 所以乐三雷达 乐三雷达全程跟美国交换 分享情报 就是说整个雷达监控是无缝接轨 完全精准的来掌握他 然后日本的专家也讲 他这明显嘛 这就是对美国示威 释出这个所谓的讯息嘛 就告诉你说 这一款 他这个是训练弹 他这个是训练弹头 就是在美国释出讯息 就告诉你 我中国解放军发射了这一枚 这一枚CBM的这个整个一个导弹 洲际导弹 我告诉你 美国不要以为你很厉害 我中国把我打毛了 我是可以打你本土的 好可怕 很嚣张 这在挑衅整个全球的和平 对 所以中国你说他不是麻烦制造者 对他真的不是 他是恐怖制造者 对啊 所以中国你看 像我讲三艘航舰 同时出现在太平洋上 山东号 辽宁号 还有福建号 他就只有三艘 请朝而出 全部出动 在整个沿海做一个演练 同时福建号虽然 他还没有完成服役 可是他也跟得出去 也就是说 他利用这三艘航母 做了一个海上的联合训练 他要做什么呢 他说没有 我是要维护太平洋的安全 见鬼了 中国会维护安全 对啊 他就是要告诉你 我很强大 海洋归我管 我要把太平洋画一半 跟美国人平分秋色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 最近刚实习讲 很忙啊 日本也来 台湾海峡 对不对 德国也来 大家都来 为什么来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 被中国恐吓 那你看日本 其实是最害怕 日本社会对护卫健 也通过我们了 日本很害怕 为什么 日本本来说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看来是真的有事 现在中国不只是欺负台湾 也欺负日本 现在反共军的飞机 在八月份不断的到日本的领空 领海以上就叫领空 他直接到人家领空去飞 所以日本很生气 所以日本现在他的护卫舰 在25号首次通过台湾海峡 日本几乎不会这样做 因为日本可以从台湾的东部走 对 他刻意就是走台湾海峡 故意的 因为台湾海峡 我们的领海22海力 中国的领海22海力 中间的全都是公海 对 我就是要走 因为你来走我的领空 我就要告诉你 这个公海我非走不可 我让你不要这么嚣张 这次是为了什么 对中国情报收集 侵犯日本领空 日本政府内部讨论之后说 好 我们就来 我们如果不去这一趟 好像被中国恐吓住了 对啊 好像我只是嘴巴讲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我告诉你 台湾日本这一线连起来之后 中国真正的要害怕 就是这一点 就是当你一个人欺负我们可以 当一群人肩并肩来抵抗你的时候 日本首次在打算26号 跟澳洲纽西兰海军 在南海要举办联合演习了 就是剑指中国 对 然后反制中国无人机 美国更厉害的来了 美国有一架 也就有一艘 就那么一艘 叫普瑞布尔号 这一艘战舰上 这艘驱逐舰上 有镭射武器 他不用打子弹 不用打子弹 他用雷射光束 可以把无人机跟飞弹拦截 全美国就这一艘 好像科幻片 这是真的 就这一艘 他本身有飞弹 有这个方针快 都有 但是呢 他有雷射武器 全美国就这一艘 现在到哪去了 到日本的横须贺港 这很酷 这很酷 直接去了 因为他这个雷射武器 他的这个所谓的成本很低廉 一个炮弹出去 几万美金 他这个一枚 所谓的雷射光束出去 十块美金 你看差多少 十块美金 十块美金就打出去了 但是呢 一样可以打掉你的无人机 一样可以拦截你的 你的这个所谓的飞弹 太阳神兼具光学炫目器 六千瓦 其实他可以加到 一百五十千瓦 整个阶段 可以把无人机 飞弹做拦截 虽然是海测 不过告诉你 已经可以做了 已经可以拦了 最主要是成本低廉 而且无限次的设计 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子不错 应该每个军舰 这已经不是电影了 这是实际的 我觉得应该每个军舰 以后都会有这种雷射武器吧 我想等到美国测试成功之后 慢慢开始做分享 那以后星际大战会不会有光剑 我也在想 对 很酷 感谢北辰将军